大家早安 这些雄线场 我们继续带你来聚焦的是 中非在南海的冲突争端不断 不过就在2号的时候 两国的外交高层才刚刚展开了对话协商 似乎是有找到了一些解决分歧 并且要沟通对话的共识 但是时隔不到两天 现在菲律宾又对中国态度 现在又发生了转变 原因就是非国的军方 他们现在就要求中国大陆 为了上个月在仁爱礁发生的冲突要负责 因为当时根据菲律宾 他们拍下的这个画面 可以看得到大陆的海警 他们是有挥舞斧头 并且还冲撞菲国的船只 在过程当中 不但是有遭到菲国船只的损坏之外 甚至现在菲国也指控说 其中一名船员是重伤 因为他的指头 手指头断指 而现在菲国要求中国大陆要赔偿 菲方大约是6000万批索 大约是100万美元 台币是3300多万元 但其实现在在教会外界质疑了 为什么你菲国要这些赔偿 你不是在外交的对话 正式协商的场合来谈呢 而是在事后还继续放出这样的消息 当然外界就怀疑说 那到底是有没有要在南海这个问题 好好的坐下来谈 也让人怀疑说 这菲国的态度到底是为何 好 对于这样消息 大陆外交办人 毛宁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 他就有我回应了 他说这是菲国 他们先非法运补 挑衅在先 而中国大陆是合法的维权 而这个后果 他们不负责 是菲国应该要承担的 而另外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什哈姐姐 是参议员伊美马可什 她在TikTok现在宣称 大陆在菲律宾的周遭的群岛 有25个潜在的目标 并且还将用高超音速导弹攻击 大陆外交部反而毛宁 在昨天的记者会也驳斥 她说不知道消息从何而来 我不知道非方所称的消息是从何而来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 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当然我们也绝不会坐视 自身的正当权益和地区的和平稳定 受到侵犯和威胁 我们敦促有关国家 正是国内民众的担忧和地区国家的呼声 从维护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坚持独立自主 坚持牧林友好 切实尊重他国的安全关切 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好刚看到了中非的外交高层 其实在7月2号的时候 在马尼拉这边有针对南海的磋商 这是非国的外交部副部长拉扎罗 还有这个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副部长 来进行对话跟谈话 那双方对于这个之后 中非之间在南海的相关议题 是有所共识的 包括的是要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并且之后也要为了中非双方的共同利益 来保持对话 现在中非关系看似是有所缓和 再加上菲律宾的参谋总长布劳纳 他在4号就表示 小马可市其实现在已经有下令要求 要南海的紧张军事要缓和了 而美国在稍早的时候 他们部署在非国北方的这个中程飞弹系统 太风也即将要撤离 预计就在9月份要归还美国 当然当时这个太风系统部署在非国北方的 旅宋岛这边也被这个外界解读说 就是要剑指中国大陆 因为当时在南海的局势是蛮紧张的 而现在菲律宾方面要求中国大陆要赔偿 所以其实现在外界也不知道到底非国在想什么 因为一下要和谈然后一下又要赔偿 那未来到底有没有办法谈得成 或者是好好的继续的来协商南海的一些争端呢 现在也被外界有所质疑了 好同时间这个非国的政界也很担心南海的局势 因为呢这些做生意的人 这些地缘政治的局势一旦有所变动的话 都会影响到他们在当地的生意布局 很担心南海局势会进一步的对非国的经济造成冲击 担心菲律宾受到地缘政治的牵连 影响外资的投资意愿 这是菲律宾中国了解协会主席兰比诺 其实他前几天也因为这个画面而登上了媒体版面 他是在北京这边参加一场论坛 他说他很担心说 菲律宾可能会因为和中国大陆在南海的冲突 所以爆发战争 而且他还大喊说不想国家变成战场 当时还哽咽落泪被拍下这一段画面 而最近他人还在北京出席一些相关的活动 他还接受大陆的官媒环球时报采访的时候 他再度就提到了中非关系 他表示两国之间要透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分歧 南海不应该是分隔两国的阻碍 而且他更是说菲律宾现在被美国人利用 来保护华府在台湾的利益 他也指出美军在菲律宾这边有9座军事基地 让人感到相当担忧 而他也说菲律宾很多人也对此表示 觉得非常的惊讶 好同时间其实非国的商界代表 也不断的呼吁说 希望可以透过有建设性的谈话 来解决中非之间的和平分歧 好来解决和平解决中非之间的分歧 前立委蔡正元现在就分析说 非国商界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 两国之间有一些武力的冲突 因为这绝对会影响到外资的投资意愿 冲击的是菲律宾自身的经济 先说这个菲律宾的企业界的想法 这很简单嘛 如果中国跟菲律宾有任何的武力冲突 不是什么海警船 是军队方面的武力冲突 不管冲突地点是黄岩岛 冲突地点在这个什么仙兵礁 人爱礁 大家会联想说 那会不会变成菲律宾本土也是属于冲突的范围 比如说苏比克湾 比如说某一些一个基地 或者导弹的发射地点 大家会想这个问题 那如果想到这个问题的话 有战争的风险 资金当然会撤离菲律宾 投资计划大概缩小 尤其靠可能爆发战争的地点 像马尼拉 那不就大家更不愿意投资了吗 那就影响到菲律宾的经济发展 跟企业界继续扩大生意的这种想法 都会萎缩了 那当然这个对于菲律宾经济觉得是不好的 所以有见到这一点的话 他们当然回去劝劝他们的总统 不要搞得太过火了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进入到第三天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上合会发表了演说 他说现在的世界格局 不断地在转变 科技和产业都在迅速的发展 所以为了要因应变局 他现在呼吁各国 要有事变之志 求变之勇 建立美好的家园 最好这一大变局 关键要有事变之志 应变之方 求变之勇 我们要牢固树立 命运共同体意识 始终秉持上海精神 坚定不移走契合本国国情 符合本地区实际的发展道路 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 上海合作组织家园 让各国人民安居 乐业幸福 习近平他在演说当中 也同时倡导要有多极化的世界 而就连俄罗斯总统普丁 也再提一次 当然这双方直指美国的意味 可以说是非常的浓厚 普丁同时也强调 他这番言论不针对哪个联盟 或者是集团澄清一切 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形势 而中欧之间的这个贸易战 可能会让欧洲当地的民众 他们的利益会有所损害 因为接下来 他们可能要买大陆电动车的品牌的话 他们就得多付上更多的钱 因为关税要涨了 上个月这个欧洲 还有中国大陆呢 在启动协商 欧盟依旧是决定 要对大陆的进口电动车 要加征临时性的返补贴关税 最高可能是达到37.6% 为期四个月 大陆商务部在昨天就表示 中欧现在持续磋商 不过还有一段时间 要好好地谈 那希望双方都可以达到一个 有共识的做法 中方注意到 欧盟一些成员国政府 和主要汽车企业 已经多次明确反对 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 实施反补贴措施 中方希望欧方认真听取 蒙内呼声 理性务实地与中方开展磋商 避免反补贴措施 伤害中欧汽车产业的 互利合作和共同发展 尽管现在有消息指出 习近平曾经有亲自 致电给欧盟的理事会主席 希望中欧之间要互相了解 但是欧盟还是针对 中国大陆的产能过剩 等等的问题 对大陆的进口电动车 加征暂时性的反补贴关税 税率最高会达到37.6% 欧盟现在就向外媒表示说 欧盟目标是要确保一个 公平竞争的环境 而德国的汽车工业的协会 声明也表示不赞成加征关税 因为有可能会损害的是 在中国大陆经营的一些 车商的利益 担心大陆会进一步的报复 大陆商务部也表示 目前还在努力的磋商当中 希望可以找到中欧之间 都接受的互利共赢的方案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全球现场 太阳星全校客废 有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 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客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锐航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客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客废尔时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心惟 我们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 有